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1% 第三期54% 第四期20% 它的期限只有5年吗 就算你第一期的时候也只有5年才会 不是 我们现在医学上是只要超过5年 你就是安全了 太好了 就是cure了 就是已经致疫了 所以用5年来统计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就是说一期的它是100%可以致疫 你看听起来多好的消息 太好了 第二个更好的消息是说 如果早期诊断在一期的乳癌 它只要开刀把它拿掉就好 然后可以保除乳肪 所以他们叫保乳政策 在国内很流行 这个保乳外科手势专家 不需要乳乳 就把那个乳房拿 那个癌细胞拿掉就可以 因为它小于 通常是小于0.5一公分 旁边再挖一下也是 这也不容易发现 0.5这些也都不容易发现 所以现在我们的口号就是说 不怕得到乳癌 只怕没有早期发现 那因此我们在医学上 特别来强调乳癌的早期诊断 那在30年前的时候 美国开始大量的推行 X光的mammography 也就是现在我们的乳房检查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 大家最熟悉 已经推了30年 对 但是发现问题来了 尤其是对于我们亚洲女性 她们的乳房密度高 所以能够发现的乳癌 就超过1.5到2公分以上 那已经很大了 很大 一下子就超过不是第一期了 所以这个密度高的乳房 X光照下去的时候 这个微概化就看不到 所以这造成很大的困扰 因此这10年来 医学就有不断的进步 我们有最贵的叫磁共振 做一次1000块 并且还要打针 那是最好的 那但是大家付不起 并且保险公司也不付 那现在有一个最好的 叫做自动乳房超音波 那自动乳房超音波 就是利用超音波的延迷 但是它把它自动化 这是由G1公司所做的 它是这样一个板 然后这上面探头是15公分 噓 扫下来 就完成了 你说的是奇艺做的吗 奇艺做的 奇艺公司 全世界第一个得到 磁房筛险的专利 OK 疼痛吗 不痛 非常多人关心 很舒服 弹在那里 是 那可以找到0.2公分 0.5公分的磁 并且这个相片 可以从三度空间去看 所以是非常好的 准确度 准确度 大概高达95% 太好了 所以这是一个 很值得推管的 那现在保险公司 付不付 这是大家最担心的 保险公司 先做完S光以后 如果是高密度的乳房 那医生就可以开这个单子 做自动乳房超音头 是 所以保险公司就付了 太好了 那如果是智慧的话 我们也特别推出一个 特别的方案 来鼓励大家做 因为以前我们S光 是45岁开始做 对 现在这个只要25岁 有家知识 一定要做 当然最重要的是 因为这个东西 一直在年轻化 乳癌女性朋友 发生的年龄层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我们很感谢 陈院长带来的 这个好消息 最后还有20秒 跟我们讲一下 对 所以我们要强调的 就是说 大家一定要很正面的 接受这个事实 就是说乳癌 现在在美国 是第一名的癌症 在我们华人是第二名 女性第二名的癌症 所以不能忽略它 那早期的诊断 用手术把它割完 不必接受化疗 不必做化疗 它一样可以 跟我们正常人 一样的享受 这个快乐的健康 这是太好的福音了 所以荧幕上的电话 请您拨打 非常谢谢您 收看这集的节目 也谢谢Dr.Chen 我们下次见